这对环保团结人士不断批评高尔夫球场破坏了环保环境 高尔夫球协会表示他们将在三月间要成立一个环境的维护委员会 提供相关的环保资讯给业者 督促业者自己来做好环保工作 同时他们今天还是强调 希望政府能够以合理明确的法令 让他们能够切实有所遵循 高尔夫球场的水土保持农药使用 设在水源保护区对水质的影响以及用水等等的问题 一项引人争议 而目前虽然有部分球场投下心力做水土保持的工作 或者是有污水处理场以循环利用水 也有业者指出草皮并不需要天天洒水用农药 不过高尔夫球协会也了解 球场的素质难免会参差不齐而容易引起外界的指责 因此将在三月三号正式成立环境维护委员会 提供各球场有关环保的种种知识 同时也会支持政府对不效业者的惩处 不过业者们也希望政府的法令要合理明确 例如许多业者就对因为田汗地幕不得超过球场面积的10%的规定 而形成超挖的结果大感委屈 他超挖的土地还是自己的土地不是别人的土地 那高尔夫球场他超挖了以后 他所做的还是种树种草 所以应该探讨的是他超挖了以后 是不是把球动加多 业者表示他们希望不要因为少数人的危害 或是法令的成就不合理 使得大家把高尔夫球场和破坏环保划上等号 要使高尔夫球运动和环境保护并行而不备 恐怕就需要业者的良心与自律 以及政府合理的法令与公权利的贯彻 双方面多多的配合了 以上是台市记者张玉玲 汪庸泽所做的采访报道